8月23日,2018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,公布年度五强名单,包括年度最受欢迎系列四组荣誉,年度最佳系列十一组荣誉,以及全能。 全媒体推荐,华人杰出青年歌手,最具影响力演唱会四组独立荣誉,2018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,公布年度五强名单分别是张亮颖,李宇春,张碧晨,袁亚维,宋倩,徐家莹,孙燕兹,莫文卫,邓紫棋,张杰,华晨宇,薛之谦,陆寒,徐卫周,林俊杰,陈奕逊,王立宏,肖敬腾,周杰伦,小鬼王林凯, 朱行姐,毛不易,我见少女,L-I-M-E-P-E-R-C-D-N-T,D-A-P-I符合,余文文,杨忠伟,刘涛,关晓彤,黄伯,何盛敏,张一兴,谭唯,李荣浩,徐松,周深,李宗盛,张楚翘,胡乐成,赵赵,吴庆龙,汪峰,陈建奇,叶贵,黄启山,蔡建雅,李建,赵磊,郭鼎,廖俊涛,黄旭, 钟毅宣,胡乐天,陈楚生,郑南,张亚东,陈军豪,陈兴汉等等,2018华人歌曲《音乐盛典》将于8月29日,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,目前官宣演出的嘉宾歌手阵容有 莫文卫,张杰,林俊杰,薛之谦,汪峰,张亮颖,张碧晨,袁亚蕾,毛不易,周深,许黎周,许松,窦靖童,徐家颖,华晨宇,小鬼等等,薛之谦即将演唱四首歌,而林俊杰作为压轴出场,快来看看歌单,有你想听的歌吗? 此次演出的嘉宾来自内地以及港台两岸三地的歌手,歌手阵容非常的豪华,除了歌手外,许多新人歌手也纷纷加入其中,饱兴争议的华人歌曲《乐坛新人一代又一代》的出现,能站稳乐坛的老一位歌手,才是我们值得敬佩的歌手,他们用自己独特的音乐才华,深深的扎根乐坛,与这些流量鲜肉歌手比拼,那么2018华人歌曲《音乐盛典》,谁才是舞台演唱队的那一位? 所以,薛之谦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,他所音乐可以说,在乐坛里,是值得很多新人们去学习的榜样,他出的音乐不但产量高,而且还能保持质量,在乐坛里如此的卖命,也算是一位非常勤恳的歌手了,而这一次他即将演唱四首歌,从歌单里我们可以看到,薛之谦这次唱的歌曲是《摩天大楼》,《哑巴》,《演员》,《你还要我怎样》,这四首歌,中两首新歌和两首老歌, 《摩天大楼》作为他今年演唱会的主题,看来他真的很喜欢这一首歌,林俊杰做此次演唱的压轴嘉宾,不得不说他真的非常的优秀,从歌单里可以看到最后七首歌都是林俊杰的歌,它是传说中行走的CD, 而这一次一个七首歌那么大架,可以好好的听过够了,毛不易作为新生代歌手,凭借一首萧丑让他红遍大江南北,他的演出功力和创作功力都是非常的强悍,相信给他一点时间,在未来一定会成为乐坛里的顶级人物代表,同为新生代的还有小鬼王林凯, 此次演出嘉宾中年龄最小的他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表现呢?我们拭目以待吧,当然了,此次演出中,还有很多很多出色的歌手,张杰,华晨宇,汪峰,他们都是在鸟巢举扮演唱会的歌手。